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欣 大家吃100歲 收到這個 Oridas Oranginos 旗下最經典的鞋款 你們心目中會想到哪一雙球鞋呢 那關於這一題呢 相信隨著每個人年紀不一樣 那心理答案都有所不同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雙鞋款呢 我都覺得我必須要 製造最高的盡力這樣子 那它是哪一雙鞋呢 就是 Oridas Oranginos Forum 那首先關於這個鞋盒呢 必須要再次感謝Oridas Oranginos的照顧啦 那像這種鞋盒其實最近很常見嘛 因為這個凹凍風 又或者是露營的風氣非常非常的盛行 所以呢就有非常多品牌 甚至是超級品牌 都有推出類似的這個置物箱 像是Human Made 又或者是Neighborhood 那像這種箱子呢其實非常方便 如果你不裝東西 你可以把它壓扁攤平 那如果你要裝東西的話呢 很好裝 我跟你說 看你要裝五百啦 煙錢啦 什麼蔬菜水果啦 放進去 好不好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Oridas Oranginos的一個潮流箱的朋友 記得看到最後 影片最後呢 會跟你講要怎麼得到這個東西 這來自於Oridas Oranginos的箱子呢 它的外觀呢 全部都採用這種藍色來做呈現 那它的材質呢 塑到做的 而且非常輕巧 你不裝球鞋 其實擺在家裡 你沒有跟你說這什麼東西 你跟你說這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啦 這雙鞋叫做FORUM 然後呢旁邊有一個三葉草LOGO 然後裡面就是鞋盒本身啊 那我們就趕快把它打開來看一下吧 齁 有沒有香香的 那在要介紹這雙鞋之前呢 它的歷史 必須要好好帶大家了解一下 這雙鞋呢 首次問世於1984年 由Jax Chasing 操刀設計 其實他就是一個非常傳奇的設計師啦 這雙FORUM 然後也有包含這個ZX系列 都是由他所設計 那當初這雙FORUM 設定呢是Adidas籃球型 要知道在當時這個80年代啊 籃球可以說是Adidas的系列 不然你看為什麼 Michael Jordan他在大學 所以要穿的這雙FORUM 這雙去打球咧 到了90年代 也開始受到滑板仔的喜愛 開始一直在穿這雙鞋 在滑滑板 如果要用三個特性來形容這雙FORUM的話呢 第一個 具備球鞋文化 第二個 舒適 第三個 那剛剛有提到這雙FORUM 從1984年到現在 隨著這個籃球文化的不斷的進展呢 欸 就開始有了潮流的屬性啊 不幸你看以下這麼多品牌 都跟這雙FORUM 推出過臉名鞋款 第一個 James Scott 第二個 第三個 第三個 Atomos 還有Bad Bunny 不得不提到的就是 SF Rocky啦 他腳上穿這雙鞋呢 也是FORUM 但是他上面有一個 PRADA 小寶寶在上面 沒有錯 之後這雙鞋會推出 PRADA聯名 而且 Toto跟你說 這雙後世呢 會非常非常的浪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在關注潮流的各位朋友啊 Jerry Lorenzo 這個人兄就是 Essentials的主義人 以及Fear of God的創辦人 他最近是不是加入了 阿滴達斯陣營 那他之前呢 有在他IG上面 偷偷的爆雷 他可能會用這雙FORUM 作為他進入 阿滴達斯陣營的 其中一雙鞋款 那各位也知道 這個Jerry Lorenzo 絕對不是省油的燈 也跟他有關的產品啊 都是非常有話題 所以呢 阿鑫老師就這邊點到為止啊 好的 那講到這麼多歷史呢 終於要把鞋款給拿出來了 我們就快速打開給大家看一下啦 來來來 進入今天的主角了 稍微給大家觀賞個3秒鐘 1 2 3 而且不只這樣 還有中筒 中筒有給他批判個3秒 3 2 1 首先呢 我們從FORUM 這雙鞋的鞋型呢 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比於現在Essentials旗下這些 Ultra 又只是4D 這些科技感爆表的鞋款 這時候FORUM所呈現的感覺就是一種 安靜的舊舊的 是一雙經典中創新的潮流鞋款 不管是低筒還是中筒 都是這種非常on trend的鞋型 也非常非常符合現在時下穿搭的一個審美感 再來再加上最近這個穿搭的一個選擇性來說 基本上可以說是板鞋的天下了 很多人都會選擇這個板鞋來做為穿大的首選 你說復古他有嗎 有 你說有板鞋輪廓嗎 這雙FORUM也有 對我來說呢 成為一雙經典鞋款所必備的條件之一呢 就是他呢必須具備看不膩的外觀 你看37年過去到現在看起來還是覺得很對味的感覺有沒有 接下來我們繼續看一下這雙鞋的細節吧 好的基本上這雙FORUM就是維持著1984年非常經典的一個輪廓 從素材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這雙OG的FORUM跟我手上這雙中筒的有沒有 他其實是同一雙鞋子 那個是OG版本我們來看一下很差異好不好 包含像是在這個鞋側三條槓跟後跟鞋桶的部分 材質都使用擠皮來拚接 所以配色上呢看起來會比較有層次一點 白藍配色呢也是FORUM配色中最經典的配色 那最大不同呢就是 第一桶的部分這邊兜了一個小小的刺繡 ADIDAS ORIGINOS的一個3D槽LOGO在這邊 那中筒的部分除了剛剛講的材質以外 我有個在這邊 他本來OG的是這個白色對不對 然後這一次呢就變成藍色的呈現 而今天開箱這雙FORUM不管是低筒還是高筒 他們全部鞋身上的材質呢都是用皮革來打造的 雖然這雙鞋是今年復刻的 可是呢他該給你的一樣都沒有少 包含當初為了提升包覆性所有設計的這個魔鬼氈有沒有 演化至今呢已經變成這雙FORUM經典招牌 而且他這個是可拆式的喔 這邊可以把它拆掉喔 再來跟大家繼續分享一下 我剛剛在拿起這雙鞋的時候 發現一些小細節好啦 你看到這一塊 他顏色不太一樣喔 所以從外側一路延伸到主攻這邊 然後是用這種比較稍微硬一點的塑膠材料來做 然後他是直接牽入你的主攻這邊 就是用這個設計來撐住你的主攻 讓你穿起來更舒服一點 然後主攻下面這個中底的部分有沒有 也是用這種網狀材質來做包裹啦 那當然還有其他包含像是不同柴片的一個皮革材質有沒有 就讓這雙FORUM在這樣外觀看起來更加有一個程式感 大底的紋路呢我也覺得蠻漂亮的 裡面還有一個山葉草的刻痕耶 而且是每個圈圈都有 中筒的就是全藍的大底 然後低筒呢就是用白色拼接上這個藍色的中底較快 然後還有尺寸的部分 尺寸呢這一次我一樣拿的是 UK10號版US11號29公分 我沒有買大還是買小就是正常買就好啦 講了那麼多各位最期待上角來啦 因為光說了可能大家沒辦法感受到 這雙FORUM它的一個帥氣 所以呢我這邊就提供兩個穿搭的提案給各位 這雙鞋呢不管是低筒還是中筒呢 它的氣息都是屬於比較復古一點的 所以呢來一套一樣具有復古氣息的運動套裝 那穿起來就會想這個樣子啦 這次用湖水綠的 Adidas Oranginos運動套裝來搭配 因為FORUM配色呢白色面積比較多 所以呢穿搭上面能夠各種配色做呼應 小重點就是畢竟輪廓上來說 FORUM在視覺上分量感就比較重一點 所以切記在身上的單品選擇呢就是以寬鬆為主 那第二種呢一樣具有這個寬鬆的輪廓啦 就是具有美式的街頭風格 同樣以寬鬆的檢查來選擇單品 紙桶淺白刷色牛仔褲 露秋必備的米白色長笛即可完成造型 看到了沒有FORUM就是這麼好搭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太單調了 這個時候就配上一些飾品或者包包來點綴 那除此之外呢即將進入秋冬嘛 我也會選擇分量感比較足夠的 ADITAS ORIENGINOS電修棒球外套來增加穿搭的完整性 不僅更有視覺上的層次感呢 也能順便修飾以及預防秋天這個日益溫差非常大的一個情況 好那剛剛這些畫面呢全部都是低筒的上角照 那關於中筒呢 這也有啦 對了剛剛有提到這個箱子嘛對不對 要怎麼得到呢 這次呢呢 ADITAS ORIENGINOS配出了一個活動 就是放開來創的這個創意活動 可以透過自己的創意呢 打造出一個屬於自己的FORUM公仔 只要你參加就有機會可以抽中 今天開箱給各位看的這個潮流箱好不好 那詳細的資訊呢都在我的資訊欄裡面 好啦再次感謝大家收看啦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開箱這雙 非常傳奇經典而且非常百搭的 ADITAS ORIENGINOS FORUM 就這樣啦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見 掰掰